接下来是读经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 菲律比书二章十七至十八节 请听我读 我与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集物 我若被浇灌在其上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用神赐福繁听并遵行祂话语的人 我们就请传道为我们分享信息 造就门徒的喜乐 谢谢Esther 带领我们在这整个敬拜的里面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你左右手边的人 如果你不太认识的话 一起跟他认识知道他的名字之类的 这个回应很大 哈喽 听到吗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 是造就门徒的喜乐 那样 我不晓得有什么事情让你可以真实地感到喜乐呢 也许快乐是有 很多人比如说 我吃到一餐好吃的啦 你会觉得很快乐 你遇到一些的好朋友啦 你会觉得很快乐 OK 等一下 那或者是你遇到很好的事情发生了 你会觉得很快乐 但是喜乐是什么 什么可以让你持续的 虽然可能在搞不好有点困难的环境当中呢 你仍然可以这个喜乐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保罗的这一段的信息里面呢 来去看 来去学习 什么是这个造就门徒的一个喜乐那样 OK 那我们要再一次地来看一下这一段的这个经文 这个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稍微再仔细地来读 来看一下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若被交陷在其上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OK 所以这边呢 保罗所提到一个字眼 有时候有一点点让我们 霜一下 他提到什么字眼呢 他提到说我若被交陷在其上 OK 那交陷就好像交垫在其上那样 OK 所以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因此我的生命为此献上 我因此把我的生命付出 OK 的意思那样 所以什么事情让他愿意付出这么样大的一个代价呢 那我知道 我们知道在菲律比书里面 我们过去所听过的 是在第一章 其实保罗就已经提到了 他可能活不久 他即使马上离开世界 他也开心 因为他可以见他的主 但是如果他继续地留下来 会对他的这个会友们 会对这个教会有帮助的话呢 他也愿意 那样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他其实已经预备好了 因为当时候 请问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他在监狱里面 OK 那他不晓得他的下一步 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OK 他可能就会被处决 还是被放出来 他都不知道那样 OK 所以我们看到 他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 不是不是 他在restart OK 有时候电脑会 不懂为什么 最近 这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他遇到的问题 可能他们在update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 我讲到哪里了 讲到那个 他其实 他在第一章里面就有提过 他可能他的未来 是不是很确定的那样 OK 那这第二章里面呢 他又再次提起 OK 不过呢 他想到这些的信徒的时候 他心中是充满喜乐的 刚才那两节经文 你知道 你注意到吗 他提到了多少次喜乐啊 有四次 OK 从中文的翻译里面 英文就说 rejoice and glad rejoice and glad 对不对 OK 所以他 想到 腓立比教会的事情 他心中 就充满了喜乐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的是 保罗对于 腓立比教会来说 腓立比教会就好像 他的门徒那样 OK 那他的门徒 他带领他们 他帮助他们 那样 他看到他们信心的成长 也是他心中是 充满喜乐的 这在刚才 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 在我们一起宣告的时候 读到大使命嘛 对不对 OK 大使命提到什么呢 提到了 要造就门徒 对吗 给我点时间了 好 Nah 提到这个大使命对吗 OK 所以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呢 他提到什么呢 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 这些人遵守神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代的终结 所以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 其实很重要 它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 There's only one important verb here 这个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呢 是使作门徒 Make disciples 这个是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呢 他所讲的最重要的话之一 他要升天的 他这些门徒跟随他三年半之久 到底他们能不能够成绩 这个耶稣基督所设下的这个救恩呢 是相当的关键 相当的重要的 所以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 哇哦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不只是信徒 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 所以我们看一下 其实教会呢 就是耶稣的门徒 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 那样 有时候我会听到 可能少数一些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会跟我这样讲 哎呀 我不会的啦 我读书不多啦 我信就好了啦 我不要参与太多啦 他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但其实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 上帝的心意是 不只是我们成为相信祂的人 我们也成为跟随祂的人 所以他其实没有给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说你信就好了 你不用来服侍祂 你不用来跟随祂 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 像过去我有分享过的 救恩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像电影戏票那样 哇 我拿到票了 哈哈 我可以进去享受了啦 我怎么做都没有关系 反正我有票可以进去嘛 其实救恩对于每个信徒来说 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呢 好像是一个赛跑的参赛权啊 就是你可以参赛 你可以开始进入这整个的旅程 那你在整个旅程当中呢 你要用力地付出 你要尝试去完成这个不容易的任务那样 所以成为门徒就是 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继续地参与在 主耶稣拯救世界的这个任务的里面 而我们看到了从一开始 耶稣吩咐下这个命令以后呢 其实门徒们就不断地在造就门徒 不断地在教导他们遵守 还好他们有去造就门徒跟遵守 对吗 要不然可能我们就不在这边了 可能整个基督教信仰 整个耶稣的教导就停在当时候的第一个世纪 没有继续传承下来 所以耶稣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 在做很多群众的步道 其实没有 耶稣花了最多的时间在做什么呢 在陪伴他的门徒 他跟他们谈话 跟他们一起吃饭 跟他们一起的行走 跟他们一起的参与 让门徒参与在他的事工当中 所以因为他看到造就门徒 就是一个生活 就是参与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那我们的教会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也提供了一些这样子的环境 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互动 对吧 你还知道吧 我们教会有一起的 比如说一起的茶点 对不对 我们一起茶点的时候 大家可以交谈 重点是那个吃吗 我吃了我就走 是吗 不是 其实重点在于我们彼此的交流 彼此的交谈 让彼此的认识 也在可能遇到生活 有需要的时候 彼此的支持 彼此的带导 所以我很期待 大家可以多一点的 再查点时间 如果你知道 听到一些人的需要等等 你们就停下来 就为他祷告好吗 OK 不得嘀呀哈哈 这样完了 你就停下来 为他祷告 为他的需要向神来仰望 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 那教会所提供的 还有其他的事工 等一下我们会来看 都跟造就门徒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如果一个教会 没有继续地把耶稣的教导 传递下去的话呢 这个教会只能够停在那一带 那我们期待每家书方堂 是可以继续地把耶稣的 这个教导传递下去的 这个教会那样 所以造就门徒 其实是什么呢 是人人皆虚 代代都要的 跟我一起读一次好不好 人人皆虚 代代都要 是每一个人参与在里面 因为你有你的门徒 谁呀 我有门徒吗 你的孩子呢 这边有孩子的举手 很多人都有孩子 你的孩子 基本上就是你的门徒 你如何地带领他 比如说跟他一起祷告里面 就是在教导他 你如何地教他读一些圣经 就是在教导他跟随耶稣 你如何地表达出 耶稣的爱 表达出对这个信仰的认真 你就在带领你的门徒 如果你的生命里面 是随随便便 对上帝的是 哎呀算了啦 他们讲一套说一套 他们怎么样的话呢 你也会把这样子的影响 影响到你的孩子的身上 所以身为信徒的 有时候我们面对 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常常信徒的第二代 不能够很好地跟随耶稣 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 他们父母亲也不怎么样 所以他们说 哎呀那样子随便都可以的 那我也可以随便 所以我想 这真的是上帝把宝贵的生命 交在我们的手中的时候 让我们信靠主 我们要把孩子 带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还有在教会里面 许多你的弟弟妹妹们 也就是你的门徒 这边单身的弟兄姐妹 也不用说 又是讲孩子 也没有宝放在里面 不是啊 其实你们在教会里面呢 你们就可以带领 那些其他的弟弟妹妹们 让他们看到 一些属灵的榜样等等 因为教会 因为福音要传承 教会要延续 耶稣基督的使命 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在里面 而且是每一个代 every generation 都要去好好地去看重的 有一个人曾经这样跟我讲过 他说 基督信仰呢 其实我们是在 我们离开灭绝 只是一代而已 他说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没有很好的传递的时候 这些人也许就停在那边 这些人也许就忘记了 我们这个属灵的根基 在哪里那样 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在家里 在教会里呢 不断地要注意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门徒的造就 那件事情 在这里呢 要给大家提一下 跟家里造就门徒有关系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程 在七月的二十七 星期六 就在这里呢 我们会父母亲们 办一个整天的 在家培育主门徒的一个课程 那样 我要鼓励 做父母的都可以来 那样 那孩子也可以带来 我知道有些孩子很小 我们想办法帮你雇孩子 但父母们一起来学习 如何在家里面 继续地培育 主的门徒 那在七月二十八号的 那个礼拜天呢 我们也继续延续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在那个崇拜里面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看重 怎么样可以造就主的门徒 那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 门徒跟你我是有关系的 我们不是信就好的 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跟随他 不一定你要有很多圣经的知识 但是呢 你都可以在你的个人层面里面呢 把这个信仰的真实 把这个信仰的美好 真诚表露出来 一个人的态度 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 为什么造就门徒是一个喜乐的经历 就像保罗所提到的那样 那信心成长呢 是很大的喜乐来的 保罗这边说什么呢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基务 换句话说 这句话所讲的是 这些菲利比的信徒们 他们的信心有成长 他们也在跟随主 他们也在服侍主 保罗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美好的 祭物那样的献上给神 他说 如果我因此 我要付上我生命的代价 换句话说 我被交陷在上面 我也喜乐 并且你们众人 与你们众人一同的喜乐 你们也要喜乐 并且我与一同喜乐 你看到吗 有四个喜乐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什么让我们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有喜乐呢 身为父母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当你看到你的孩子 怎么样的一些的成长 会让你真实的喜乐呢 那我是孩子 三个孩子的父亲 那我真实知道 当这个孩子 运行在信心上面信靠神 他信心上面站稳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生命当中 最大的一个喜乐 因为信心站稳的时候 不管他的成就是大还是小 不管他赚的钱是多还是足够 还是怎么样 他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 去走这个人生的道路 但是换个角度 如果他只是成就很大 可是他没有信心 或者是没有信靠神的话 我们反而会为他担心 因为这样的成就 可能留得不久 所以保罗看到 保罗他就像这个 菲律比教会的父母那样 他看待这些 他所建立的门徒 为他的孩子 在贴撒罗尼加前书 保罗就有提到 他像父亲 很像母亲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所以他期待看到 这些的信徒们 在信心当中有成长 在困难当中信靠神 在逆境当中 相信上帝 可以带给他们突破 而菲律比的教会 也真实是如此 在奉献上 支持保罗的事工 保罗在各处宣教 他写这封信来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要感谢菲律比教会 在金钱上支持他 继续地做上帝的工作 还有在金钱上 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教会 比如说 耶路撒冷的教会 比较穷困的 这些的信徒 并且呢 菲律比教会呢 是在福音上 同心合一的 他们在福音上 一起的努力的 这不代表 他们没有任何的 缺点跟问题 我们后面就会提到 菲律比教会的问题 在哪里 所以看到这些 信徒们的信心 所做的服事的成长 保罗感到喜乐 所以跟随门徒 或者是造就门徒事工 是一个怎么样呢 门徒是一个 跟随基督的一个喜乐的群体 因为当这些人 跟随耶稣 他感受到的是 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价值 跟意义 那现在我们来 看看一下 什么叫做快乐 What is happiness? 那happy 这个字眼呢 跟happen呢 是有一点关系的 OK What happened to you will make you happy or unhappy OK 那比如说好了 你遇到一个 很好的事发生 或者是 你接受到一个 很好的事情 一个礼物等等 送到你面前 你会感到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了 OK 让你用一个 很愉悦的心情呢 去回应 这个是快乐 这个是好的 OK 你吃到好的驴链 你开心吗 开心吗 对不对 有谁吃到猫上 很痛苦 我还是一直在吃 没有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OK 或者你遇到 哇 孩子们 怎么样 考试考得非常好 有进步 你感到非常的快乐 对吗 所以这些都是因为 有事情的发生 有一些的 正面的因素 来让你感到快乐 换句话说 你是比较被动 OK 那也可能因为 一些不好的事情 发生呢 make you unhappy 让你感到不快乐 有的 这是人自然的 一个情绪的反应来的 那但是什么是喜乐呢 喜乐是当你活出 意义跟价值的时候呢 你有一个满足感 或者你看到 这些你所带领的人 他们愿意为着一个 很好的意义跟价值 而付出努力 你心中会有 涌流出那种 源源不断的 一种的满足感 所以喜乐 很多时候呢 不是因为 外在的因素 来刺激你 喜乐很多时候是 当你里面看到 什么是 更重要的事发生 什么是 更有意义的东西 发生在 这些人身上的时候 你心中 有那种主动 涌流出来的 一种的满足感 一种的快乐 那样 所以它是比较持续的 它是即使 你在一个 好像不是很 很治愈的环境里面 你仍然可以感到喜乐 就好像保罗那样 所以保罗虽然在 他的监狱里面 你说监牢有什么 好快乐的 被受限了 被捆起来嘛 等等之类的 而且 下一步是什么事情 发生他都不知道 照理他有没有 快乐的理由 他应该没有 快乐的理由 他应该是蛮辛苦的 但是 什么是他喜乐的理由呢 他说什么呢 你们的信心 你们的信心 所做事的服事 你们信心的成长 他说 即使我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都快乐 我都愿意 而且你们也要喜乐 所以看到的是 保罗看到这些 信徒们的成长 他一切的牺牲 他感觉是 非常的值得的 在这个牧养教会的 整个过程中 其实我非常地看重 整个的所谓的 门徒的栽培 但是我知道 所谓一般的 传统教会里面 我们是比较少 会去注意到这一块 我们什么时候 门徒呢 上课咯 上课就是门徒咯 不是这样而已 其实门徒是参与 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那样 我有时候会邀请一些人 到我家去吃饭的 虽然我家很小 我也不太会煮 但是呢 这些新的人 我会带领他们到家里去吃饭 然后跟他们建立关系 还有呢 就是在这些人 个别的栽培里面 或者小组的栽培里面 我常会鼓励他们怎么样呢 做一点的祷告 然后他们通常说 我不会祷告的啦 我不会的啦 但是我说 祷告就是跟上帝讲话 很简单的几句就可以啦 所以当他们愿意的 踏出那一步说好 那祷告一两句的时候呢 哇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 信心上面的一些的成长 这是我所看到的 还有看到一些人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虽然在困难当中 他信靠神 他不放弃 而不是give up 你来帮我啦 你帮我出钱啦 你帮我做事啦 没有 他愿意继续地 做他极大的努力 去生活的时候呢 这是我看到 他对上帝的一个信靠 还有呢 是当他愿意胜过罪恶 胜过软弱的时候 这个是信心上面的成长 我希望你来 每家书邦堂这几年 我希望是 你的生命的里面 越来越圣洁 你的生命的里面 越来越可以把这些 残扰你或者是不好的习惯 给放下来 愿意以清洁的心 来跟随那位付出生命 拯救你的主 那样 而且在信心上面的成长 我看见的是 大家愿意付出 不只是爱神 也爱人 那我要非常的感谢 每一位参与在施工里面的人 一次一次想到你们 我都非常的感恩 那煮东西来 给大抓生吃的 非常感谢你们 帮忙再送的 非常感谢大家 这个星期六晚上的这个施工 其实一步一步地在 不容易地成长当中 但是呢 是看见的是 大家很乐意地付出 昨天我们就吃了一个 非常有妈妈味道的 卤肥猪肉 哇 很好吃喔 给学生吃了 就我想到我妈妈 眼泪还流下来 不是啦 所以说 这些人愿意付出 而且送到教会来 让大家一起吃的时候 他们感受到暖暖的爱 那其实这两三个礼拜 教会所认识的 不管是会友 或者是来崇拜的 这些非信徒的里面呢 都有发生一些的事情 两三个礼拜前 有一位崇拜者 在中国要动这个 开心的手术 那我们教会就发动 来为他来祷告 感谢他经过了 这个很危险的手术 他的心脏90%block 所以就差一点 要离开的情况 所以他被救了回来 我们感谢主 上帝确听了我们祷告 我们也有 姐妹在需要医治 她的糖尿病 跟肾方面 需要在医院住了 一个多礼拜的 如今已经出院 我们感谢主 那样 那还有上个礼拜 也发生了一个事情 是一个 还没有信主的 这个家庭 这个太太怀孕 生了一个孩子 然后孩子生了 以后呢 就发现 她的心脏 有很大的问题 那需要特别特别的治疗 虽然说 她是在政府的医院里面 但是呢 政府需要买一些 那个医院需要买一些 比较特殊的医疗器材 医疗的东西 需要这个家庭来付钱 所以当她在小组里面 这样子发出 这样子的呼吁的时候呢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大家认识你五百 你一千的 我们筹了几千块 要帮助她 度过这个难关 所以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爱主爱人 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表现 虽然后来那个晚上 这个婴孩就离开这个世界 他出生 第二天就离开了 短短的 一天的生命 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他是非常的挣扎着 再要活下来 但是生命在上帝的手中 后来他离开了 所以这个家庭 是还没有信主的家庭 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地关心他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信心的成长 不只是圣经的知识上 做成长 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在生命的里面 我们如何地表达出 对神的信靠 以祷告来亲近他 表达出爱神 爱人的心 这些都是一个又一个 让你真正可以 喜乐的原因 因为你看到价值 因为你看到意义 可以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我在鞋片长相的时候 其实我也回想起 我过去这二十几年来的 这个做传道的生涯 才二十几年来不多了 二十 我看是要有 二十六年了 二十六年 二十六七年的这个传道生涯 那我感谢主 我过去不是在牧养教会 我过去比较多的时间 是在一个机构里面 做大学生的工作等等的 所以我就想一下 这些人在哪里 其实平时很少想他们 因为每一年都换不同的人 你知道吗 每几年这些人毕业了 我就再见了 我就继续去带别的人 所以比较多 没有太去想他们 有时候会忘记了 我带过你 我忘记了 不过现在我记得了一些的里面 我感谢主 是当中有好几位 做了牧师跟传道人 他们做了牧师 我还没有 你知道吗 感谢主了 清初一篮 而且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还有一些人做了宣教士 还有一两位 做了神学院的讲师 他们是博士 还有大学的讲师 还有一些在教会里面 做执事 做长老 还有一些是成为了丈夫 或者成为了爸爸 所以当我想起这些人的时候 我心里面涌出什么呢 喜乐 这个喜乐是看到这些人 原来他们可以发挥的 可能更大 更远 更深 在上帝的果度里面 因此我即使愿意 我即使要付出我的代价 请问这个是值得吗 这种满足就是喜乐所带给你的 这个只有传道可以经历吗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因为我们整体一起参与在 门徒建造里面 我们可以经历 造就门徒的喜乐 当你看到生命有改变 生命被上帝更深地得着的时候 当然我要说了 当中也有一些曾经跌倒过的 为他们担心 为他们祷告都有了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经历到了是 造就门徒的喜乐 所以谈到这边 我想我们最后要来看一下 就是信心成长的一些的途径 你要说信心成长 你就告诉我 我怎么开始做 一步一步都做等等 那我觉得我们要需要 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信心的成长呢 需要是在你的生活的里面 有一个以上地为中心的一个优先 这张图其实我记得了 我一年大概都会提起一两次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 是一头热的 要栽进一个事工 或者是栽进一个策略里面 然后就拼命做 其实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个事情 听到什么什么 某某什么什么小组 哇 策略非常好啊 来 我们推动这个工作吧 我们来发起这个运动吧 然后整个教会就宅进去 做做做做 做了几年 就开始怎么样 搞不好就冷下来 搞不好就觉得 哎呀 很累啊 哇 做了几年啊 家里也没有很好的照顾等等 有可能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OK 所以教会界里面常常是 一些的起来 然后又掉下去了 等等的 哇 那个教会因为做这个成长很多倍 哇 再学它 然后又掉下去了 我们不断地在学这个 学那个 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一定要抓住的 是上帝是我们整个生活里面的中心 上帝不要我们失去平衡啊 所以如果你的观念里面是上帝第一 哇 坐在教会里面 坐在这个上帝身上是最好的 所以其他都可以放下来的话呢 那就错了 因为你如何地表达出上帝的爱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的工作里面 在你的学习里面 这些都是很重要 以上帝为中心的 所以我不希望有一些的年轻人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告诉我说 哎呀 我这个孩子啊 整天往教会跑啊 他住在教会算了啦 他不回家的 回家的不跟我们讲话 脸气 口气粗粗的 在教会就好像一只绵羊 回家就哇 像一只疯狗 真是的 你发现了吗 这其实不是以上帝为中心 他把上帝也许摆得很高 所以他以为说 我坐在上帝身上就对了 其他我就不管 No 你要做门徒 你需要活出的是一个 基督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生活 上帝如果把老婆交托给你 你就好好带你的老婆 知道吗 先生们 不要因为服事 因为工作把老婆冷落了 上帝如果把孩子交托给你 那你的生活里面 有很大的一块 很大的一块派 是孩子 你需要带领他们 陪伴他们 这个不容易的 我告诉你 你外面工作还比陪伴孩子容易 孩子常常陪伴的时候 是蛮险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他们玩的东西是一样的 他们看的影片是一样的 他们每次跟你做的东西 是一样的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对不对 你问治安就好了 他现在陪他孩子爬楼梯的 因为他孩子很喜欢爬楼梯 爬一次好吗 没有 爬到他 Battery用完为止 他搞不好睡在楼梯口 这样子 所以你也陪他 爬上去 爬下来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不容易的 可是 身为父母的 我们就是要陪伴他 当我们对待他们 像上帝要我们对待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服事神 我们就是在以神为中心 所以在你的生活里面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非常的忙碌 需要照顾孩子 你比较少时间 可以在教会 有一些的服事的时候 这是我们了解的 因为我们都经过这个过程 但是你不要忘记 上帝与你同在 上帝也要你 在你的生活中 把他的爱表达出来 对你的配偶 对你的家庭 对你自己的家人 你要如何地 还包括了工作 还包括了可能你的兴趣 等等那里面 你要如何地 以上帝为中心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提到任何的事工的时候 我们回到中心来看 活出一个平衡 那我们再来看看 接下来我们怎么样 可以成长 可以开始在这个 造就门徒的工作上面 可以有参与 那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原则 是这边所提到的 是我们是透过应用和教导 来学习的 换句话说 请问你怎么知道 你已经学到了这个功课 当你会去教别人的时候 你上了课听完了 不代表你学到了 你知道吗 你看了这本书 不代表你就会了 你知道吗 乃是什么呢 当你可以传递的时候 当你可以把 我所知道的一些尝试 教别人 或者带领别人的时候 那表示你开始在内化 开始在真实地明白这个信息 以致你可以表达出来 那我觉得很多的教会 所遇到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课程 你来上 你来听 你来听 你来学 可是我们很少提供机会 让他们去用 那使用出来 其实是在学习的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许你说 我是谁 我可以教别人 可以 其实很多的东西是很简单的 当你愿意尝试去教导传递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原来我这个 很多不懂 你有很多的动机 可以去学习更多 就像保罗对于提摩泰的一个劝导 他说什么呢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导的 也要交托呢 忠心可以 教导别人的人 所以保罗其实很看重这一点 提摩泰啊 你要交托给谁呢 交托给那些 可以教导别人的人 换句话说 他鼓励这个怎么样 透过教导 透过运用 去在这个课题上 有所成长 所以因此 每张书邦堂 我们的成长的路径跟策略呢 是我们这几年来 一步一步地把一块砖 一块砖这样叠起来的 当中有些人有经历过 当中有些人可能还不太明白 但是我们是一块砖 一块砖地去设立 去建造这个成长的途径 而且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一步一步地去参与到的 等一下我讲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其实很容易 你不要说 我不会教神学课程 没那么快啦 你先从轻的开始 你先从 一些简单的开始 当你愿意从简单的开始 运用的时候呢 接下来的 就等着你去尝试 所以我们从 搭桥 Bridging 我们从 Believing Belonging 跟Becoming 这四个B呢 来一步一步地去塑造 这个门徒成长的途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B是什么呢 Bridging the gap 搭桥松土 就是我们希望这些 非信徒 我们希望这些非信徒呢 可以因着我们 而认识教会 认识一些的 与关基督教的东西等等 所以呢 不一定你要很会讲 你可以做邀请工作 你可以给 这也是一个 门训的过程来的 OK 这个柜子在哪里啊 你们知道它的存在吗 不知道 每一次电梯出来 就在那边啊 这个门一开出去 这个柜子就在那边了 OK 它已经存在了大半年了 它来干什么的 白美的吗 我想大家提醒一下 你经过的时候 看一看 这些东西 如果你觉得对自己有用 你就把它拿回去 是给你的 如果你觉得说 我想拿一两个去给别人 这些的课题 基本上都跟我们生活有关系 你就把它拿给别人 这都是搭桥松土的工作 把一些讯息传递给别人 记得我们的教会的邀请卡 也在上面 对吗 所以你的钱包有没有啊 有没有几张 这个教会的邀请卡 我知道很多人没有 Please 拿回去 给你的朋友们 这些都是 所以在你在咖啡店也好 你的朋友也好等等 你就传递一下 建立起这个桥梁 这个是身为门徒的第一步 而且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当我们广泛地去邀请的时候 就让这些人有机会 可以来到我们当中 这边 Justin第一次来对吗 不好意思提到你一下 为什么你会来呢 因为有邀请卡 你看到吗 我们今天有一个实际的见证 有人派给他一张邀请卡 他就根据那个邀请卡打了电话 结果就出现在我们的教会了 OK 我们欢迎他 我们鼓掌 好不好 如果他没有拿这个邀请卡 我不懂他现在在哪里 可能还在找教会 可能还是什么样的 但是 你看到吗 其实邀请是第一步 我们大家可以做吗 我们试试看大家去做 还有什么呢 搭桥松土的包括一些的活动 对吗 我们过去做了这个捐血的运动 我们还故意放了很多的桌子 煮了很好的咖啡 买了很多的点心 干嘛 捐血而已吗 为什么那么麻烦 哎呀 捐血了就可以聊天吗 就可以认识他们吗 这就是搭桥松土的工作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 第一次踏进教会的 哇 你们教会 不错咧 还可以吗 我来 可以 当然欢迎你来 你看到吗 这都是搭桥的工作 还有什么呢 这个其实一些的聚会 基本上 也是不只是崇拜 而且是搭桥松土的工作 那样 像在青年崇拜 昨天晚上的 我们感谢主 今年到现在 我们不断地有新人进来 我们的祷告是 OK 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达到五十个人的聚会 让我们一起为这个来祷告 因为有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是非信徒 而有几个非信徒一直地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 让他们认识福音的一个机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聚会 也是合适大家的 OK 还有呢 我们的亲子崇拜 也是很合适 尤其是年轻家庭的 那样 所以这些都可以联系起 我们的这些的非信徒来认识神 所以第一个是 Bridging 打桥 第二个呢 是Believing 就是帮助他们去相信耶稣 所以我们认识他以后呢 那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让他可以认识神 那其实我们有这个 传福音的简单的 在handphone里面的 这个档案 你就是这样给他看 讲给他听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每一年 基本上都会推动一次的 那我们也把这个 印成一个flip chart 也是传福音可以用的 所以你就是念给他听 也可以传福音的 等一下我会再贴一次 在我们的这个whatsapp的 这个网站里面 在whatsapp里面 还有是这个 是福音信的查经 那目前我在带着 这几个男生 那是他们当中有两个 还没有信主的 所以我就是一个礼拜 带领他们一次 去还没有信主 可是去认识耶稣是谁 认识上帝是谁 认识圣经是什么 那样 那前天还在 三位那个咖啡店 谈到十一点晚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 当然这些人 在经过这个过程 以后他也可以 用在别人的身上 然后呢 信耶稣还很重要 就是信心之旅 那在这个外面的都有 所以有一些人当中 很多人都上过这个课程 在你们十一里以前 我都会带领你们 上过这个课程 那请问只有传道可以带吗 不是 我们期待的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带 它的材料就在那里 它不是非常的困难 你就是试着陪伴他们 读过 讲解 认识他们 你不用怕说 我不会回答 问你怎么办 我不够资格怎么办 我告诉你 当年的门徒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请问你哪一个 有足够的资格 来做教导的 他们基本上都是渔夫 或者是工人 农夫等等 他们基本上没有一个 有很大的资格 可是他们愿意的时候 上帝就使用他们 所以我们这里每一个 其实我们都可以一点一滴地来经过这个过程 并且帮助别人也如此做 记得吗 我刚才提的 赵俊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是透过什么呢 运用和教导来学习 我们去用跟教导来学习这方面的功课 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在里面 第三个步骤呢 是belong to church 归属于教会 就是当他们信了主 好 接下来这一步怎么样呢 帮助他们可以让教会里面呢 成为会友 可以洗礼 或者可以成为我们的小组的主缘 或者可以成为我们固定的这个崇拜者 那样 所以这个小策子其实都已经有了 这个是会友的手册 就是提到什么是洗礼 提到什么是卫理工会的会友 提到一些的基本的信条等等 所以这个呢 也是教导 并且以后我们也可以 你们也可以去传递的 下个礼拜六开始 连续三个礼拜六 我们有这个自由之路的课程 所以请大家要来 我刚才讲过了 是过去两年在这里洗礼的 请你们来 OK 那就是在上面pantry的地方 请你写上你的名字 下个礼拜六两点到四点 我们就来上这个很重要的 断开过去的捆锁跟捆绑 自由地来跟随耶稣的这个课程 那样连续三个礼拜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装备呢 都会持续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合适地推动起来 那样 而且这些呢 我们都期待以后 你们也可以去带领别人的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的小组 小组就是联系大家的 小组就是让大家可以得到 鼓励跟帮助的 彼此带导的 小组也可以一起服侍的 所以当你在一个小组里面 开始参与服侍 跟大家有联系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怎么样呢 你好像属于这个教会 对吗 你好像就是 教会是我的一份子 我也在里面 我是member 我里面是组员 非常的欢迎 因为这教会是属于大家的 不是我的 最后是成为领袖 becoming leader 你也可以带领别人 在整个小组的环境里面 比如说 这个小组组长的训练 已经有了的 所以愿意成为小组组长的 我们会带领他 经过这样子的训练 包括一些成长小组 像这个是妈妈小组 那在每一个星期三 早上有这个妈妈小组 原来做妈妈也要学的 很多人发现 做爸爸做妈妈 基本都要学的 那我们也要开始 弟兄的成长小组 一个礼拜一次 为期三个月 请你来找我 好不好 弟兄的成长小组 我希望能够有一两组 这个弟兄的成长小组 我们在去年 在前年都有 都有进行这个过程 那样 然后还有婚前辅导手册 你可以做婚前辅导吗 可以 OK 那当然要经过这个训练 对不对 所以今年感谢主 我们教会有三对要结婚 哇 真是 很开心 那样 所以这个 当你可以去带领别人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 你可以在婚姻上面 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所以我要鼓励 尤其在当中 已经结婚一段时间了的 其实你也可以参与在 陪伴一起带领这个婚姻的辅导 然后呢 以后你也可以带领别人 那样 了解吗 所以这些东西都有了 那大家一步一步地来参与 你就是参与在建立门徒生命的过程当中 然后呢 你可以一步一步地体会 这些人信心成长的喜乐 就像保罗那样 让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面努力 你绝对不要小看你自己 没有错 你可以做很多的服饰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好 但同时 你可以建造人的生命 而这个东西呢 不管你以后在哪里 都可以继续去用的一些原则 可以陪伴他们成长 他们有一天 也可以成为造就别的门徒的人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一环 有意义 有价值的喜乐那样 所以教会的目的 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耶稣基督这教会 是设立于世上 也是为世界而存在的 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是好是坏 有时候我们心知肚明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是逃避 我们存在这个社会 但是呢 我们是为着这个世界而存在 所以怎么样可以 更大的去改变这个世界 怎么样可以让福音更大的广传 很重要我们要建立门徒 就像耶稣所吩咐的那样 而我们每个人可以参与在里面 这个为主照亮的生命 今年的主题 明星照亮 这个为主发光的生命 不是一次两次 是你一辈子可以继续地参与 在里面的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你为自己来祷告 我们有预备心来唱我们的回应诗 它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但是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不管你现在在怎么样的阶段 求神带领你参与在建立门徒的这个过程中 可以帮助人在信心上面成长 也为着你的孩子们来祷告 你的孩子们就是你的门徒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带领他们 求神引导 这整个的过程 是从父亲母亲到孩子 这整个过程 也从教会里面的长辈 到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 到这外面许多许多 以后可以认识基督的人群 我们求上帝使用我们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